我想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 像有一天变成像印度这样子 都是会有可能 是每一个国家跟地区都有可能 假如你问我一年前跟现在 现在更加有可能 所以真的我顾虑 全部人一定要合作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洲会客室 那么相隔了一段时间 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了中央医院 也再一次的访问了我们疾病专科的主任 蔡福星医生 那么这次蔡医生你好 你好 这一次的访问跟上一次的比较 好像我们的疫情又严重了是吗 是是 对 我想说先从一个人口的角度来看 虽然是说我们现在不一定是全马最高 以数据来看 我们不是全马最高的这个病例 对 可是如果以人口来计算 就是雪兰儿 他有六百多万的人口 他的病例是全马第一 可是我们的人口是不到三百万 所以以这个人口来看 是不是 其实他的疫情算是 其实比雪兰儿更严重 OK好 所以假如我们看那个患病例 沙劳月当然是比斯兰欧洲高 所以这代表说就是已经有出现那个死期的传染 在整个沙劳月了 然后当然假如个案增加的话 我们都会我们所谓知道10到20%都是会稍微严重性的病例 所以他们这些都需要进医院 可能都需要那个氧气来帮助他们呼吸 所以大概5到10%的这些个案都是需要那个加护病房的那个进入加护病房 就是以目前我们的病例来看就是5到10%是需要到加护病房 对 所以这些是逃避不了的事实 所以很重要的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死期的传染给砍断 不然我们的患病者就会增加 假如增加 当然他们就会用到这些医院的床位 所以我们的床位也是会爆满 会产生好像一个危机 像斯兰欧洲 假如你看那个报章 他们都有讲说 他们的那个加护病房的床已经是爆满了 不只是在公众医院 那些大学的医院跟那些私人的医院 都是几乎都是很满 所以如果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够做到砍断这个社区传染 那我们可能就是也会有像不像血狼儿的这一天吗 有可能 有这样的可能 那么蔡医生我想问一下 这个问题我到底方便 就是我们的中央医院现在的这个病床使用率到底是足够吗 OK 当然你看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们我可以所可以跟你讲的 当然那些病床 那些需要那个氧气跟几乎加护病房的床位 都是每天都是在增加 然后每一个病人假如他是几乎严重性的他需要氧气的他都是假如进医院他都是要住差不多五天到十天 所以他就会拿出那个床位了甚至假如很严重性的病人有些甚至住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有些超过三个星期在医院 就是说那些病人他不一定是说十四天就可以出院的 就是要看他病床 那么如果是说像我看到现在每一天都有公布就是说痊愈的人数出院的 那么这些人是算是完全康复是说还是说医生判断他认为他的症状已经是轻微到可以回家休养了就让他们回家 这些都是轻微的病人他们都是那些category一和二的病人大致上这些病人他都不是住在医院的他是住在那些loris center 那么现在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疫情又开始严重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就有一些东西又不能够比如讲前阵子这个蔡医生就发表了就关于说我们 可能就不让这个按摩中心啊还有这个卡拉OK 无常的开放是因为一些专家的警告 可是这个当蔡医生是以这个医生的角度来发表这些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就不理解他们就开始就可能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那么我想要请蔡医生在这边再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所以很多网民也在讲说 我的餐厅也是冷气啊 为什么你不叫餐厅关门 OK好 所以其实最好的空间就是那个自然通风的空间 那个是最好的 假如你进入那个空调通风的地方好像冷气的地方 当然它没有比那个自然的那个通风的地方好 OK好 所以假如你看那些酒楼啊那些超级市场啊它们都是属于有这个 这个A-Corn 的地方 所以当然它也是有一些风险啊 当然啊这些风险在这个地方啊也是有分处 例如假如说你在一个房间一个confined space 然后那个空气流通也是不是说很好 啊 还是说你夜酒在那个空间的话 那个机会啊那个机会 那个机会 假如说一个人带带金子进去那个地方 它机会传染给啊 啊 同样在一个地方的人会比较高 所以它的比例都是是这样的 所以即使你你你你去酒楼吃东西啊你都是会有风险的 你都是会有风险的 因为啊它都是属于A-Condition 的地方 然后啊标准作业程序来讲哦 假如你去一个餐厅 你要吃东西的时候 那个东西到的时候你才把你的口罩戴下来 过后你才吃 然后赶快就把口罩放回去 很多人也是没有做到这个这一点 对 所以像蔡医生这么说 就是我如果是去Kopitian吃东西 因为它比较流通嘛 空气流通 就相对它的风险就没有那么高 比较低吧 还是有 那么对于这个像Karoke按摩院呢 他们也是说我做足SOP啊 嗯 蔡医生要不要来解答一下 他也是说我做足所有的SOP 可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一些特定的行业是不能够开的 OK这些这些东西是其实是政府决定的 然后它以衡量说哪一个行业可以开 哪一个行业不可以开 而不是我们医护人员决定这些东西的 就像金也是不能够 他们也是会认为 对 为什么我们就被针 他们可能对业者来说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理解 就是说他们的生意一年都受了一下 所以他们会觉得感觉上是被针对 可是其实是可能是一些评估上 觉得说他们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是因为你看外国好像新加坡 中国英国都是采取同样的措施的 对甚至是一些欧美的国家 他们很快的一有病例就马上就封城 或者是说三天里面禁止所有的类似的活动 对 那么蔡医生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办公室戴口罩的这个问题 因为前阵子有一个case就是这样 他说他在办公室因为他觉得他跟同事讲话没有关系 所以他就脱下口罩聊天最后他是被确诊的一个病人 那么是我们讲说在办公室到底需不需要戴口罩 一定是要戴口罩的 因为虽然同事与同事之间每天都看到 每天都接触 可是每一个人的风险都不一样的 因为我可能接触的人会比较多 甚至可能我会接触很多人 然后风险比较高的人 所以可能我会中到这个病 假如说我去跟我的同事一起聚餐 还是讲话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没有戴口罩 当然我的因为假如那个接触的时间是比较长 机会我传染给他就会比较高 所以因为每一个人的风险都不一样 所以那个是很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们也是看到很多在办公室传染的个案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说我没有戴口罩 可是我跟我同事有保持1m的距离 这个你怎么看 那个也是很很难 因为大致上很多办公室 它都是 aircon的 所以假如 aircon它的空气是re-circulate inside 所以那些几乎假如说你呼吸啊 还是你有咳嗽那些东西 你都是有机会传染给你的同事 对 那么蔡医生我想问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有可能就是还会在mco 当然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性质 可能就是落实 那么你觉得如果是真的是落实了 或者是说现在已经是要开逃了 你觉得再一次的用mco是对我们的疫情有帮助吗 OK 其实mco只是一个名称 它叫做movement control order 最主要就是要阻止那个movement 最主要就是要阻止那个movement 所以因为它是一个名称 but 其实假如你真的要mco 最有效的mco 还是mco1.0 那时候是去年第一次开始 对 那个把疫情真的砍断 所以比较manageable 那个疫情 好像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 英国 英国的个案在去年年尾大概12月 一直增加 所以他们在12月中的时候他们就 采取措施就是他们叫做Tier 4 Lockdown 就是跟我们的mco一样 所以加上他们那时候也是注射疫苗给他们的民众 所以这两个配合在一起 过后他们 过了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 他们的个案就慢慢慢慢减少了 所以以医生的角度来看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要用这种管制的话 就是要用很彻底的这个方式就是 就是尽可能禁止所有的这个活动之类的 重要的活动 要stop 会产生那个传播的可能就是要停止了 那么蔡医生我也看到说 最近我们的少爷的死亡病例 看起来是好像每一天都有人这个不幸 被这个COVID-19就是夺去的生命了 而且很多有一些是很年轻的 甚至我曾经看过最年轻病例是30岁 是不是可以说是他有年轻化呢 或者是说这些人都是有这个三高有肥胖 这些问题就是他的risk就特别高 OK好 所以很多病人进入医院 很多时候他们本身都是有一些病 没有去诊断 就是他们没有去看医生 不当一回事 所以我大致上的我们的病人那些需要养气的 还是虽然他们很年轻有些20多岁有些30多岁 大概80%的人都是有肥胖的 所以肥胖是说肥胖是说肥胖的什么样的程度 OK 所以假如说你的BMI假如是超过30 你就属于那些肥胖 肥胖是说肥胖的 所以假如说我们甚至看到那些也超过40 到50的我们也看得到 那个是吃肥的 所以大概20%的人都是属于老年龄 超过60岁 所以像我讲的他们这些 虽然你看到报告他们没有其他 没有什么病 其实他们本身都是有一些没有诊断到的病 那个是第一 第二当然也是你也是对 就是讲说很多人他们还是很迟才来医院有些 特别是老年人还是那些平常的习惯 就是他们等到他们顶不顺了 他们才来看医生 有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太迟了 是 那么蔡医生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大家一个讨论的话题 就是这个AZ疫苗 所以你看现在起码这边 他一开放三个小时全部被抢空了 可是我们这边Sarawad就说我们不要这个东西 不要这个疫苗 那么以医生的角度来看 这个AZ疫苗到底是安全吗 OK 这个AZ疫苗已经在外国已经打了很多人已经打了 所以假如你compare这个AZ疫苗 假如你觉得你是高风险得到很严重的 新冠肺炎 当然打这个疫苗 当然会减少你的机会死亡还是什么 当然你还是去打了 因为假如那个是你所未有的疫苗在那个时候 那蔡医生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是确诊的Covid 你可能有没有面对这个clotin的问题 对对 所以他的clotin的问题就是可能比你打这个疫苗的机率 得到这个clotin的就是他可能更高 对 所以以你的来总结来看就是说其实AZ疫苗就是还可以 其实还是可以注射的 然后在European countries 有些国家他是recommend打给55岁以上的病人 他有没有说为什么是要给55岁以上 OK 他那些发生症状的病人大致上他们是发现他们是比较年轻 特别是少过30岁以下的 比较偏女性 就是这样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想要问蔡医生 就是以你以你来看啊 目前我们的Covid的疫情啊什么时候 才能够比较缓和下来 因为现在我们几乎开始了从到100了之后 我们几乎每一天都是几百宗的病例 对对 应该没有这样快 除非我们采取真正的措施了 有效的措施了 你看沙巴州 他大概六个月到七个月那个个案才慢慢减少 那我们不是要可能要六七月过后才有这样的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还有很多 那些工作要去做要减少这个 所以你们这些Frontliner也是蛮辛苦的 因为你们已经fighting了这么久了 还是这个反而现在是更加的严重压力 应该也是蛮大 那么作为一个医生我想说请蔡医生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 再一次给我们的民众一些劝告一下 OK 不是劝告 只是参考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那个新冠肺炎的危机 跟往年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次会比较严重 不只是在沙州 其他州属在马来西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那个是第一 第二个东西 现在我们面临的不只是新冠肺炎 我们也是面临这个变种的病毒 像你听到我们有印度的变种病毒 甚至我们也是有南非的变种病毒 甚至在我们自己沙拉叶古近跟Kota Samrahan 我们已经发现到有那个B3 就是菲律宾的变种病毒 这些病毒大致上他们都会比较容易传播 第一 然后有些这些变种病毒 它会比较容易能够 会产生你的那个疫苗 可能失去功效 所以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种病毒 这个变种病毒发生是因为 我们没有把那个传播性给砍断 所以你一给那个Virus 机会传播 它就会变种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 最后来讲 我就是讲说 这个小小的病毒其实把我们的世界搞乱了 对 然后也提醒我们 其实生命是无常 生命是无常 然后 希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珍惜他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要 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所以现在能够把这个疫情 传播给砍断 就是要看全部人的合作 去砍断这个疫情 要 那个Practice那些SOP标准作业程序 那个是很第一 更加重要的是 你要去register去打疫苗 因为假如你没有去打 你没有去register打疫苗 我们应该不会赢这场战 就是这样 对 是 那么我想最后 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 像有一天变成像印度这样子 都是会有可能 因为 每一个国家跟地区都有可能 嗯 假如你问我一年前跟现在 现在更加有可能 所以 真的我鼓励 全部人一定要合作 是 好 我们很谢谢蔡医生 她说的非常对 就是这一场战 其实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就是你 看你要不要自己做到去守这个SOP 跟你有没有珍惜你自己的生命 嗯 好 我们再一次谢谢蔡医生 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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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